在前中共統戰部部長另計畫被移送司法以後 有多家港台媒體都報導了 前中共軍委副主席郭伯雄 可能會在今年的8.1前交給軍事法庭的消息 儘管郭伯雄落馬的傳言 目前還沒有得到中共官方的證實 但是有評論認為 當局只是在等待合適的時機 而在8.1和北戴河會議前宣布 則會更大的震懾他們背後的大老虎 22號 香港《蘋果日報》、東網、臺灣聯合報等媒體 都報導了郭伯雄可能在8.1前被交給軍事法庭的消息 這一消息來源於明鏡郵報 20號 該媒體說 據北京軍中消息來源披露 中共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要求 在8.1前將已被扣3個多月的前軍委常務副主席 政治局委員郭伯雄交付軍事司法機關處理 軍中消息來源還說 現已查明的郭伯雄問題比徐才厚嚴重得多 涉嫌犯罪之眾已經足以判死刑 但最後 高層有可能只對其判死緩甚至無期徒刑 今年3月 郭伯雄兒子被抓之後 郭伯雄被拿下的消息就不斷傳出 時事評論員王坤指出 目前當局只是根據需要在選擇公布的時機 8.1是一個關鍵時間點 今年8.1前 除了郭伯雄的消息 再次成為遙遙領先的傳言 習近平還剛剛視察了東北軍瀋陽軍區第16集團軍 第16軍被稱為前軍委副主席徐才厚嫡系部隊 習近平要求軍隊聽從中央軍委指揮 在重大問題上 絕不能有絲毫含糊 一方面強調 要徹底肅清徐才厚案件的影響 另一方面表示 要重視解決基層官兵的實際困難 維護官兵合法權益 《明鏡郵報》還引用一位不具名的政治觀察家的話說 審判郭伯雄是繼徐才厚案件之後 對江澤民和胡錦濤軍中勢力的 又一次巨大摧毀 《明鏡郵報》還引用一位不具名的政治觀察家的話說 審判郭伯雄是繼徐才厚案件之後 對江澤民和胡錦濤軍中勢力的 又一次巨大摧毀 然而胡錦濤在今年3月兩會時 就已經被撇清過一次 和徐才厚、郭伯雄等軍中腐敗集團的關係 當時 原軍事科學院軍艦部副部長楊春長少將 在接受《鳳凰網》專訪時說 徐才厚等人把軍隊搞得成了他們家的了 又把當時的軍委領導人架空 而當時比徐才厚級別更高的軍委領導人 只有任中央軍委主席的胡錦濤一個人 評論人士分析 在徐才厚和郭伯雄背後的就是江澤民 如果郭伯雄在八一和北戴河會議前被拋出 對江澤民的震懾更大 另外 博訊網在18號引述北京方面消息說 這次北戴河會議已經詭異地將軍隊改革問題 明確列入會議的議程 改革內容之一是濟南軍區將被整編為陸軍總部 其他軍區微調後改稱方向戰區 而據香港《新維月刊》雜誌2013年12月號曾透露 早在胡錦濤時代 撤銷濟南軍區已經提上議程 但遭曾任濟南軍區政委的中央軍委副主席徐才厚立足 如今徐才厚已經成為死老虎 習近平撤銷濟南軍區 將其兵力歸北京軍區勢在必行 評論文議員 是 önemli才對採決系列 基督反對大袁